最近消息来关线是在台中一个护校的女学生返嫁的时候遭到了吸毒男子的跟踪 还拿出尖锐的义务刺女学生的臀部企图想要行抢 最新情况连线给记者林介问告诉大家 这里是伯伴仲透过经视器可以看到骑机车的这名男子停在巷口 先是脱下安全帽接着再把外面的长袖上衣也脱掉 剩下里头的黑色T恤在汽车来逃逸 因为男子先前拿尖锐物品行抢女学生 还拿着尖锐物刺了女学生的臀部让女学生是担心受怕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裁缝用的那个针钻 那个女学生 那个女孩子她是现在当护士 她觉得她非常害怕 她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针疼 然后有艾滋病毒 她也担心了一个礼拜多这样子 事情是发生在12号 嫌犯吸毒之后 精神恍惚 先是尾随女学生还拿出尖锐义物刺向女学生的右臀 企图来行抢 女学生尖叫狂奔回家 但是她担心的是被针头刺到 还到医院来检查 有传刺伤 那么医师也怀疑是针头 让女学生两个礼拜来天天失眠做噩梦 担心会染病 那么警方比对监视器抓到了这名嫌犯 嫌犯坚称是拿针钻来行抢 不是针头 警方也将这名吸毒行抢的嫌犯给逮捕归案 我们现场为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托内直播 好我们谢谢建文把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吸毒的男子呢 持着监物赤这个女学生的臀部 让这个女学生担心夜不沉眠